你有没有发现 自己跑步时膝盖下面总是会痛 你可能以为只是肌肉拉伤了 但其实有可能是你的病骨肌腱出了问题 那什么是病骨肌腱呢 病骨肌腱感觉就像是股四头肌的延伸 但其实中间我被病骨分开 所以它是一条从病骨连接到小腿上的肌腱 这根肌腱就像是一根粗壮而有弹性的强力弹簧 在需要跳跃这种大能量的动作时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储存和释放能量 其他擅长跳跃的动物 像是羚羊啊袋鼠这些的 它们的脚也无一例外都有很长的肌腱 但这弹簧毕竟是生物组织 如果每天都在高强度高频率高冲击力的运动压力下 没有给足够的休息和恢复 那么肌腱早晚会受伤 而且肌腱的受伤可是大大的不同于肌肉拉伤 因为肌腱受伤会导致内部结构的改变 就是肌腱退化 那这个肌腱退化可是个超级大麻烦呢 今天这部影片我想让你知道 在膝盖上很常见的肌腱问题 跳跃膝 如果运动的时候膝盖下面总是会痛 那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 学习怎么照顾好肌腱 不小心受伤之后又该如何复健 避免不可逆的退化出现 首先我想先让你知道 肌腱和肌肉有什么不同之处 把我们的骨骼肌用显微镜放大再放大再放大之后 你会看到无数个肌小节 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 这些肌小鞋拉长缩短的力量就是肌肉力量 肌肉的力量一定要传达到骨头上 身体才能做出动作 而中间负责传递力量的组织 就是肌腱了 所以每条肌肉的末端一定都有肌腱连到骨头上 但病骨肌腱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从力学上来看 它传递的就是骨四头肌的力量没错 但从解剖上看 你会看到中间多了一个病骨 这个病骨的作用就像是一个滑轮 让力量能转个弯 我们才能跳起来 而且病骨肌腱承担的是最大的力量 所以这条肌腱受伤的话 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动作能力 那么什么情况会导致肌腱受伤呢 最长线的状况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力量太大直接断裂了 另一种是使用过度造成肌腱病变 这个病变 正是这部影片想告诉你的重点 肌腱其实是活的 它像肌肉一样 会根据身体的压力 分裂或分解成对应的细胞 如果给肌腱适当的压力 肌腱的适应力会变得越来越强 但如果脚腕过正 给肌腱太大的压力 肌腱就会受伤 但这个受伤和肌肉的拉伤 完全不一样 发生在肌腱上的 就称为肌腱病变 这个病变的过程 你可以把它当作情侣吵架一样 只要及时修补感情 都还能再复合 这个期间往往会持续痛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大痛 有时候小痛 有时候意义之痛 如果你不及时修补和肌腱的感情 它就会进入退化的阶段 这时候它就像变了心的一样 硕底分手 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 你的肌腱好像有汗你在闹一些小脾气 千万要快点开始小心的照顾它 试着挽回它的健康 这样就可以避免更严重的后果 那接下来让我们回到膝盖上的问题 病骨肌腱病变就像妈妈手 网球者一样有一个俗名 跳跃膝 跳跃膝其实很常发生在运动员身上 但林舒豪之前就因为有跳跃膝的问题 最后还因为肌腱断裂 不得不离开MBA 别看它只有短短4公分多 但只要是膝盖伸直的动作 力量可以说全部靠这条肌腱在传递的 所以爬山跑步 都会对病骨肌腱产生压力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好像不运动似乎就安全多了呢 其实不是哦 我们的肌腱健康度可以从这个柱状图来理解 最下面的蓝色区域是我们的基本盘 在这里的压力肌腱都能轻松应对 在蓝色上面的红色就是肌腱过度使用的区域 这边的压力会让肌腱产生反应性的病变 跳跃膝就是反应性病变的经典症状 反应性病变的期间会非常长 不处理最后就会到达不可逆的退化 可是在反应性病变的交界处 有一个绿色的区域是负荷耐受 在这个区域的压力肌腱会适应 蓝色的范围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也就是你的肌腱能健康的适应越来越高的强度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不运动真的会比较安全吗 不运动的人肌腱强度也会因为适应的关系慢慢的下降 而当肌腱弱化后突然从事一些强度大的动作 比如爬山上下楼梯或者是跑步 因为肌腱强度不够 反而更容易让肌腱进入到反应性病变的区域 这样好吗 这样非常不好 那接下来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看看你的病骨肌腱现在健康的状况 这个测试很简单 膝盖朝前单脚跳 如果你的膝盖下方这里会痛 那可能表示你的病骨肌腱正在退化ING 再加上你的膝盖下方 如果平时就一直会痛 那很可能就是跳乐器了 快去看医生 好好修补跟病骨肌腱的感情吧 从刚刚那个柱状图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 在负荷耐受的范围内训练肌腱 让肌腱再一次次的压力下修复 适应就能提高肌腱的强韧程度 而研究显示 肌腱修复效率最高的运动就是雷心收缩 所以在影片的下半部 我会跟你分享几个雷心收缩的训练 让病骨肌腱可以在适当的负荷下 增强肌腱的结构 以应付生活需求 股四头肌按压 一开始趴着 将滚筒放在大腿上 找到疼痛的地方后 左右或是上下滚动12-15下 或是找到痛点之后 压住它 膝盖弯曲伸直 你可以把整只脚分成 上 左右 和下 左右 这六个区域 分区放松也会比较省力 这动作可以释放股四头肌里肌痛点的压力 并把肌痛点梳理开来 增加整体肌肉的长度 减少病骨肌腱的压力 靠墙骨四头肌拉伸 背对墙 半跪姿 膝盖下方放一个软垫 把膝盖弯起来 脚背放在墙上 骨盆正位后肚子360度撑开 稳定核心 把身体比直的往墙上靠 拉伸30秒 一天做三组 靠墙深蹲 将腰后面放一个滚筒 离墙两个脚掌 站与肩膀同宽 脚趾些微打开15度 骨盆正位后肚子360度撑开 稳定核心 身体比直坐下 如果你做这个动作 膝盖会不舒服 可以先坐三分之二的距离就好 等到膝盖不会不舒服之后 再慢慢的增加下蹲的距离 直到与膝盖一样高 蹲的过程要注意 第二指和小腿骨和骨骨 要呈现一直线 小腿不要内旋 等下来停留15秒 反复做10次 这动作是我很喜欢 又很安全的骨刺头肌 离心收缩训练 这动作要注意的是 下蹲到点后 要想像有一只蚂蚁在你的脚跟上 用力踩死它 但不要做出身体往上的动作 这个细节可以帮你 把骨刺头肌诱发出来 虽然脚会很酸 但要忍耐一下 单脚靠墙深蹲 熟悉之后可以进阶 升级成单脚蹲 把脚移进来一点 对准髋关节中心点 另一只脚抬起来 肚子一样要360度撑开 稳定核心 身体比直坐下 这动作很不容易 训练强度也比较高 在不痛的范围慢慢完成它就好 停留15秒反复做10次 每天做3组 后脚抬高蹲 脚与肩同宽 一脚前一脚后 后脚垫脚尖 重量放在后脚 膝盖微弯 屁股往后推 身体往前傾 注意膝盖不要往内掉 前脚掌要稳稳踩在地板上 屁股往后推 再站起来 算一下 把脚踝背躯可以增加下蹲的距离 提高对病骨肌腱的刺激 建议有病骨肌腱病变的人 可以跟医生讨论过后 再来做这个训练哦 一组15下 一天做3组 总结一下 道月西指的是我们的膝盖下方的病骨肌腱 出现疼痛的症状 而肌腱会出问题 通常是压力超过了负荷耐受 而进到了反应性的病变 这时最该做的就是好好休息 等待肌腱康复 并适当的给予修复训练 如果忽略了这个步骤 让肌腱进入到了退化 甚至钙化的状况 就无法挽回了 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到 运动即良药 这并不是一个口号 你想想看 我们吃药的时候 总是会被告知三餐饭后 一次几颗 连续吃几天 那运动处方也是一样啊 会有一定的次数 频率 但更重要的还是 持之以恒 意料的进步 会让我们越活越久 但想越活越好 就一定不能忽略 持之以恒的运动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也有锻炼 膝盖周围肌肉的经验 也欢迎在底下 分享你做的运动 或者是放松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我分享出去 这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